同富国中日前举办新建宿舍暨学生宿舍动土典礼 县员使清水到场参与并感谢林县长能够重视偏远地区原住民的教育问题 也希望宿舍完工之后能够带给师生一个合适完善的空间来居住 我们同富国中的宿舍已经老旧县长能够重视偏远地区的一个教育 尤其是我们原住民地区期望我们原住民的学生能够住宿 有很好的宿舍他们一定会很喜欢住在这里 而且在都市方面一定会读得更好 同富国中原来位于比较偏乡的地区 学生都来自邻近村庄的地方平常上学不方便 这次宿舍新建之后将与师生宿舍结合 让住宿学生课后辅导时更加便利 对此规划县员成熟会也给予高度的肯定 我们新一乡是属于比较偏乡 那在同富国中的学生 有神木还有东浦村的临近的村里 那当然要住宿一定要有它的条件 第一个就是以清寒学生弱势的家庭 还有特困的家庭来做一个申请 还有我们在省校长的计划之下 在晚上也有陪赌计划的一个课程的辅导 县员肖志全指出 老旧的宿舍导致教师及远到来的学子相当不方便 期待新建宿舍完工之后 能够带给师生更现代化的环境 让师生都能够有更杰出的表现 因为老旧的宿舍 造成不管教师或者外地来的学子相当不方便 期待新的校舍建立以后 能够带给不管老师或者学生们 有一个比较更现代化 让学生或者老师们 不管在教学或就学方面 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同赴国中新建宿舍 即学生宿舍动土典礼 预计明年9月底完工 县员石清水陈淑慧 肖志全都期盼宿舍新建工程完工之后 能够为师生营造一个优质的学习环境 记者廖坤对信采访报导